一句你是耶稣派来拯救我的救星 让54岁的女子 悟性自称有拿督头衔的老千 两个月内被骗光毕生积蓄 超过16万令吉 受骗的杨女士 9月19号 在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张天赐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 因为我认识她 之前我们是在电话联络了蛮久 我们才认识来见面 然后她都问我 你的信仰是什么 我跟她讲我是基督徒 她都跟我讲基督徒 她都跟我讲耶稣 又怎样怎样怎样 这名老千巴尼相信是惯犯 张天赐呼吁其他受害者出来指证 不要让他逍遥法外 我跟她的事 我跟她讲基督徒